备受瞩目的于天列在第14名 而让人记忆犹新的是 沈富雄之前在电视节目说过 如果于天在安全名单之内 他要到于天家扫地 这一下子已经在安全名单了 于天跟沈富雄各自该怎么办 虞天说到眼眶泛红 因为民进党选不分区立委 于天打从一开始被唱衰搞自闭 名单一公布第14名进入安全名单 于天只擦煤喜极而泣 于天笑嘻嘻因为没人看好他 前立委省富雄还说 于天真要通过门槛搞欧帕 他就去他家扫头咖 我是言出必行 所以我明天会请我的助理 跟这个李亚平女士安排一个时间 帮这个李女士一起扫头咖 如果他真的要扫的话 陪他到不管哪里 我们做个环保工作 政治人物认赌服输 最真实的例子就是他 前立委王世坚 我们跳海就已经跳海了 那是一句生笑的 那就是要尊重 国民党北市立委八仙过海 让王世坚落选又跳海 只能说政治人物千万别太TK 记者陈越瑞叶家军台北报道 说到选举